弥凯尔·卡雷拉·萨罗维 卡雷拉·萨罗维化名阿塔 曾经参与多起恐怖袭击事件 埃塔组织成立于1959年 多年来用暗杀 绑架和爆炸等手段 夺走近千人生命 被欧盟和美国列为恐怖组织 20号 包括艺术家马蒂斯与毕加索的作品 在内的五幅画作 在巴黎的一家博物馆失窃 总价值约为1亿欧元 博物馆方面称 盗窃是在19号夜间发生的 目前侦探人员正在对此事展开调查 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一下 本台驻巴黎的记者 今天凌晨发回的报道 当地媒体报道 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大约是在6点50分左右 在开馆之前发现五幅名画不翼而飞 这其中包括了毕加索 在1961年的作品 烤盘 割肉与青豆 其他丢失的四幅画 包括法国著名画家亨利马迪斯 1905年的作品《田园曲》 法国立体画派大师乔治·布拉克的 埃斯特克附近的橄榄树 意大利画家莫迪利亚的作品 《持扇子的女人》 以及法国画家莱热的《熄灭的蜡烛》 根据估计 这五幅画总价在1亿欧元左右 但专业人士认为 此类作品因为名声过于响亮 而无法在正常艺术市场销售 根据博物馆摄像头拍下的画面显示 当地时间19号深夜 一名蒙面窃贼 趁着夜色从窗户潜入博物馆 砸碎保护展品的玻璃窗 剪断挂走以后 盗走了这五幅画 在此期间值班的三个保安 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有任何异常 而据不愿透露姓名的内部人士说 博物馆的报警器 在两个月前就已经失灵了 目前法国警方 反黑特别行动组接手了此案 博物馆已经在门口 贴上了暂时关闭的告示 何时重新开馆 还没有通知 英国石油公司承认 墨西哥湾原油泄漏量 远大于预期 新读漏方法开始实验 马拉多纳开车绕市 撞伤记者之后大发抉辞 稍后请继续收看中国新闻 东方水城 天堂苏州 寻找太湖最美的地方无中 江南福地 常来常熟 江南天域 灵秀昆山 最美珍珠相城 千年水天堂 湖江 神奇苏绣 高新区 见真东渡地 张家岗 正和起茅地 太苍 魅力金鸡湖原区 东方水城 天堂苏州 看上海市博到安徽旅游 旅游南望安徽 干涉旅游 欢迎您 河南 黄金叶品牌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